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说到漫威英雄其中很多都是用金钱和技术累计起来的 要说最为标志性的英雄那就必然要提起铁人了 作为财富大亨代表人他的金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还好他并没有把钱花在乱七八糟的地方 而是选择用钱打造了一套有一套的战甲 通过不断的升级与创新 渐渐的他的战甲也站在了宇宙第一的行列 对于这种富人他对于进步是只要花钱就能做到的 但这并不适用于穷人 那么电影中的穷人大家都靠什么上位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位就要说没对了 作为超级英雄的代表人物 他的出身并不先亮 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兵 后来机缘巧合下他因为接受超级士兵计划 此后对身体进行了身体改造也是真的变强了 在加入复联之后还获得了托尼父亲金字为其打造的盾牌 就说这份荣誉也是托尼父亲对于给予众望可见他的实力 提醒美队接下来就不得不提他的好兄弟巴基 同样作为改造人 由于前妻作为士兵 在大展过程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右臂 这样的结果显然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于是他在接受改造后 他的身体还拥有了一只金属手臂 而这件手臂正是由瓦坎达最坚硬的金属镇金打造 这件武器的实力也不比小编多说 这样的结果对巴基来说也算是一个好的结局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黑豹 大家都知道黑豹那是真的有钱 那为什么把他算作靠变异而不是靠钱呢 其实这位英雄虽然作为一国之王是真的有钱 但同时这位角色也是真的低调 他不能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肯定 于是他通过新型草药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 于是再接下来他的身体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再配上自己国家拥有全世界最稀有的镇金 而且随便用 这应该是超级英雄都羡慕的对象了吧 那最后一位小编要说的是蜘蛛侠 小蜘蛛大家都知道 那是被变异蜘蛛咬了一口 从此身体发生了变异 但他的实力其实一直以来不算强的 大家都知道小蜘蛛的靠山那就是铁人啊 自从两人相遇 那真是亲的不行 小蜘蛛不行 铁人都能帮他上 不仅帮助小蜘蛛改造了以往老装备的部族 还为他提供潜新纳米战甲 这样的小蜘蛛也是众人羡慕的对象啊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穷人靠编译系列的英雄 对此你还知道哪些靠编译上位的英雄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小编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回复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本期视频内容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